回到第三次了 講到這麼興起 有個問題我們臨時加插的 就是 日本的科學家其實在二、三十年代 就是一百年前他們已經在世界的前歷了 文理學家 如果當時發現了核裂變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本國的科學家有沒有想過要做原子彈呢? 這個呢 除了 我覺得原本應該在科學家裡講這件事 包括我剛去完京都大學那些事情 但是真的 我覺得這麼興起 講多一點 這裡你不得不提 就是我遲下都要做一下的 就是馬克頓計劃 德國的原子能 還是原子彈計劃 和日本究竟有沒有去的原子彈計劃 這裏我甚至說 日本其實有沒有人去企圖去做這件事呢? 那你說如果根據那個美軍二戰的史料呢? 就找不到足夠的證據 說日本企圖去開展這些這樣的項目的了 但是說在歷史上 他們會不會曾經秘密地想尋求德國那邊合作 去交換這些原子能 或者是原子武器的一些知識或者情報呢? 那這個就排除不了 因為這個在他們本身的交流那裡 甚至乎以學術之名有都不奇怪 尤其是要知道啦 講的 你要做原子彈當時那些學術上的步驟 就知道有一些核分裂的過程是可以透過你人工加入去誘導出來的核分裂過程呢? 那其實當時在那個學術界就不是那些什麼秘密來的 那所以你說呢 如果是有一些日裔的物理學家 他是看到這件事 而想起這件事可以被整成為能源 或者甚至乎武器呢? 那如果原來最後有人是這樣想過呢? 一些都不奇怪 但是當然他成不成氣候變成一個實際的執行的計劃呢? 我想就真的實話都沒有半撇了 不過我剛剛找到的資料就說呢 原來他們都很前列的 1934年原子物理理論在世界的發言公佈之下呢 這個書的日本人是鹽板中二 是日本東北大學的一個物理學教授來的 甚至可能他跟德國那邊都是差不多同時間的 嗯 我會說這件事就是你有一個基礎的物理知識 你基本上你就不難去想到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他有沒有上升到一個計劃書 去到什麼陸軍省那些這樣的層次 要去開發這些這樣的項目呢? 但是呢 如果你說提日本那些核子東西 那麽 湯川受住當然有他的知識在那裡 但是他也都是純粹理論方面研究 也都沒有在核能方面有他的認識 但是不是說在這些計劃上面有參與 但是相反就是說呢 你說日本當時他們的軍部 有沒有去嘗試去group 這一班這樣的物理學家 去探討一下各種新武器的可能性呢? 那其中呢 就是有一個就是 我自己聽過的一個故事 就是當日本在1945年8月6日 第一次在廣島被原子彈炸的時候 然後三天後是長期都被原子彈炸的時候 當時日本是靠什麼方法證實自己被原子彈炸的呢? 就是首先那樣東西就是 你沒有見過你被人敢炸過的 這件是新武器的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認識到這件事是一件前所未有新的武器 然後它的破壞力可以有多大 評估出來之後的後續影響會有多深 那當時呢 其實日本呢 它是要尋求到物理學家的協助 你去幫它評估一下呢 當時日本是否受到核子武器去攻擊的 那在這裏不得不提一個人物叫人科方紅 是的 那我想台長剛才你都可能找過那張照片出來的 是的 那這裏沒有記錯的話呢 就是當時就是日本軍方是要派人科方紅去 去到現場附近視察的 去評估一下究竟就是當時 就是根據當地的消息傳來去講 在面對著那種破壞和那種死傷 那其實就 人科方紅教授呢 他去完之後他基本上就已經 由當時的那種破壞去確認到 就是只能是原子能武器 只能是核子武器才能夠做到這種級數的破壞 那就確認了日本是受到原子彈的攻擊 其實那裡都確認了不久 根本上日本已經接二連三 就是第二顆原子彈已經來的 所以在這裏呢 就是可以說就是 就是這個原子彈在這裏呢 成功造成了一種恐慌性震懾的效果 是令到這個就是日本主戰那一派呢 基本上就是那種作戰的意志大臣打擊 就是你說沒有原子彈的時候 可能他還主張就是 航戰、玉碎戰 就好像沖繩那樣的 就是一個山洞、一個山洞、一個街、一個巷 跟你去爭奪 就是甚至乎美軍也都評估了 如果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的時候 那個傷亡可以去到多少 但是現在在說的是原子彈是一種 一次過就可以殺死以十萬計的人 而且那個影響可以是持續這麼久 然後就是令到你幾有武士道精神 都在這些這樣的原子彈武器 都可以一秒就灰飛煙滅 這種這樣的級數的武器來講 它是絕對瓦解了主戰派那個 持續作戰的意志的 無論是湯圓壽樹和焦忍樂 其實都是他的學生來的 所以這個人科方紅就殿堂級了 應該就是 我很久之前 我不知道 這個我自己沒有看清楚了 好像人科方紅自己有受到核污染染病的 它是肝癌死的 但是時間就是六年之後 六年是make sense的 其實如果你碰得不多 那可能它的影響是持續了幾年之後 如果你說六年 當然可能原來它說未必是 但是原來最後是由那個 碰到是輻射污染 誘發出來的癌病 變不奇怪的 其實這樣就是 其實曼哈頓的計劃有些都癌症很早死的 譬如 Wall Neumann就是癌症 還有他Wall Neumann後來是被美軍禁錮他的 因為怕他到末期的時候 他瘋了 他講了一些秘密出來 所以其實搞這些都是很慘的 是的 那你怎麼解釋日本為什麼這麼早年 在那個物理學方面這麼大的進展呢 因為你想一下由明治為新 就是大家同步 中國滿清是遲一點點 但是你到這個1920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中國有些什麼的物理學家 可以和日本那邊比 就是大家差不多同起步的時間 我想那種劉學生派遣的文化很大的分別 就是當然譬如 就是這裡你最容易的就是 用將中國和日本來做一個平衡比較 你中國它自己有官派的 拿官方獎學金派遣的劉學生 那很多時候就是可能都是一些 比較書鄉世代子弟的人 就派了去美國那裡劉學 譬如拿那些叫做一個很出名的 庚子賠款留美獎學金 這些就是和清華大學有關的 然後有些甚至乎都是由國家去出錢的獎學金等等 當然那一代的人都有一個使命 希望將最尖端的知識帶回自己的祖國那裡 日本的劉學生一樣有的 日本劉學生如果你說是二十世紀初 當時的那種色彩 那種感覺和當年唐朝派遣去遣唐士那種這樣的情景幾次的 而去到什麼都學 還有一種那種任務那種使命感那種自律 那種投入的那種程度呢 就是非常非常之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你看到就是 你今天如果想理解的就是 就是日本人想搞職業足球的那套力 和這個中國搞職業足球的那套力 你到法國就差天共地了 其實就這麼說 就算中國當時的學生 最後有成就回來的也都非常之多 其實當時可以說就是 你只要成為第一流的留學生 進入到最高學府 參與最尖端研究的那幫人 就是很多都不會說就是入得寶山空守回 就是就算有一些呢 我們看到好像都好像 之後沒有什麼怎麼樣有名氣的人 但是你會發覺出來的研究 都有一些挺厲害的研究的 比如你說的1960年代 有一個叫Trade Equation 去評估一下外星有多少外星生命 Frank Schultz其實近年才過身的 和他同期研究的 是有位我們那個節目有討論過的 有位是華裔的物理學家 去參與這個研究的 另外如果說這個宇宙學基礎理論 和Pibos一起研究的 也是一位華裔的學者來的 其實就人數不少 當然日本就是呢 他們那幫人也都最後將這尖端的知識 不只是留在日本那裡 將它也都帶回到自己的國家那裡 而且在自己的國家那裡 是全力受到日本戰後政府 就是無論戰前和戰後政府 就非常支持這一幫這樣的知見學者 給他們最好的資源做研究 那你相比之下中國就經歷了這個 就是四九前和四九之後就是兩個世界 那你會看到就是有一些在二戰前去投入那些留學生那些 就是有少許斷代和有少許浪費了一部分的人才 那個情況出現 那日本在戰後它怎麼重建那個物理學呢? 我自己都給不到一個很確實的答案 它不是重建的物理學的 它基本上那個學術傳承有在的 只不過大學管理架構原本那些 軍方想介入的色彩就更加退走了 主要在一個上層管理的建築那裡就退走了 但是在他們的學術傳統 尤其是京都大學那種呢 其實看回它的博物館也是的 有個印象很深的就是 它是有意無意之間很落力地去表現出 京都大學那種呢 無論是經歷了那個軍國統治時代 或者去到這個六、七十年代那種 就是那種反戰浪潮等等那些這樣的東西 他們對於那個學術自治那個傳統 他們有多堅持 他們在他們的展覽裡有意無意去放了很多蝙蝠在那裡 我想首先就是說 上層建築比多高壓下來都好 他們盡他們最大的力量去維持他們自己的學術自主 在他們的博物館裡面 他們特意寫著1943年那裡 那個大學生硬被徵召去參軍那樣東西 他們是著迷很多的 就是原本在43年之前這些這樣的京都大學 那些學生是不會被徵召去上前線戰場的 但是最後都有學生被徵召去 甚至有些是去了沖繩去打仗 也都有死了人 這段歷史又寫下來了 我想就是 日本人在抄這些西方最高學府的學術制度的時候 他們真真正正是連人家那裡的學術自主都是抄到族 都有抄到過來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 就是你拿一派自己最精英的走去前線 就是再做這個炮灰 就是自己的 那你還有譬如說中國那個文革之後 就是基本上這個一個斷層來的 是吧? 你很簡單的 你講那幫弄原子彈的班 爆了1964年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的爛奏 已經收到那個命令就要下豬欄了 那你覺得今天京都大學那個整體的科學成就呢 是去到一個什麼水平呢? 跟世界級比啊 我們不要跟亞洲級比啊 跟世界級比啊 我依然是世界級的 依然是世界級的 就是你可能說他的學生未必表現 就是那個表現未必是世界級 始終就是去服務日本本地的社會 就是你說如果在美國的留學生 你見他擺在全世界都有他們的奧林萊 跟著就大放異彩 但是你見日本的學生就相對就少一些這些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裡面上去做專門研究的那幫人做的 依然是世界級的 而且你會看到和現代的潮流沒有脫節的 尤其是在現在講的那些基因研究的 幹細胞研究他們一直保持著 在最尖端前列為止那裡 那麼差錯就是說 他們又不是說很積極去爭取 要將這個研究成果翻譯成英文 發表在那些Nature Science那些重要的期刊那裡 去跑Impact Factor 然後跑那個Ranking 你看那些什麼大學Ranking 那些京都和東京 在這十幾二十年的排名不升不止 還在那裡下跌 但是你要發覺他拿下會長就繼續拿 但是當然反過來 你要外面的人考入這間學校 跟他們做研究 你的Hurdle又比較大 你真的要你的日文要好 就是他們是自己圍起的爐 自己可以很厲害去贏的一間學校 所以你問我就是他要不就不出 就是你如果只是看那些這樣的 自然期刊出來的那些影響因子那些 他們未必很高的 但是他們要不出 一出就出過諾貝爾獎給你看 其實有一個現象大家可以看的 近年譬如出了一些Journal 我們引導的全部都有這個拼音子的 你幾個建有日本人的名字都沒有的 就是少了 就是他們是那種 就是這樣說 他們也都是很主張 整個學術界和世界接軌 但是反過來就是說 他有一些本身就是以日文為 研究載體為主的一班人 他們繼續有他們的研究空間 和他們那個傳統在那裡 而且各個國家也給了一個很好的資源 給他們去接觸到這個世界最尖端的研究知識 這個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是一個翻譯 還有不是說要逼你 就是那種不是逼你跑數之餘 但是那些人又會自己捉自己捉得很厲害的 我想說那種日本人很獨有的 那種內涵在那裡 就令這件事可以這樣做法 好 大家有機會就親自去京都大學 或者日本其它著名的大學去觀摩一下 那我們今天三節就 甚至有人猶記了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做一個首先2022年的一個 其中一個回顧 好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